如何利用Vlookup 然后让两张资料表关联在一起 首先退货 当然我要请你们知道 因为表格的计算 所以我一定要把范围变成什么 表格所以游标 落在任何有资料的这个 可不可以游标落在这边 不行 一定要落在有资料的地方 接下来常用格式化为表格 假设我就设这个 刚刚我选过这个了 所以另外一个表 我就选第三个 请问这边有一个东西 明明有标题列 但是他为什么判断没有 我真的希望说 你们每一个环节都要以逻辑 就是合乎道理的观念来去懂 好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标题的表格 什么叫有标题的表格 这个就是标题嘛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打勾勾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标题列 这一列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绝对不会有什么日期类型 数字类型 那可是好巧不巧 他的记录第一笔记录 两个都是文字 这两个都是文字 所以他以为这一个现存的资料 通通都是记录 既然都是记录 有没有标题 没有标题 所以他这边就不能打勾 好 所以这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我刻意要把它打勾 因为我知道这是标题啊 所以我就打勾 确定 所以我这边标题 是不是有订单ID跟退回 好 接下来请把 请把 这一个 这一个 范围 这一个范围 定义 这一个范围定义 请问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我们自己去把它定义 这个 这个整个表格 请把它 其实怎么样 选选它最快 对应该要教你们这样的技巧 因为它新软体都已经这样改了 你游标落在 随便落在有资料的地方 Ctrl加A 我再讲一次 这就整个把资料全部选取下来 你看在最下面这边 好 你看当我将游标随便落在任何一个 Ctrl加A 它不会选到外面 所以你大概要知道Ctrl加A 所指的是所有的资料 好 来 请把这个名称方块 这个我们叫名称方块 我们来把它定义 叫什么 叫做退货3 请注意 退货3 Enter 就是我们把这个范围定义一下 注意哦 我就是刻意要教你 什么叫范围的定义 什么叫表格名称 这个表格名称 你可以叫做什么 这个 刚刚全选 就是你游标落在这边 可以把这个表格名称 可以把这个表格名称 叫做退货2 因为退货这名称 我之前已经定义过了 所以我就把表格名称叫做退货2 好了 我只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请你们稍微区分 表格名称 跟那个 你选到一个范围 在定义它的那个名称 它的那个名称 应该定义成不一样 好了 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把那个 是否退货标在这边 是否退货 因为这边 它是说这个订单ID 是退货 所以刚刚那个订单ID 会不会是这里面的 其中的一笔 如果找到 我就把它标 标为什么 标为是退货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首先一样我们用等于 V E-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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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P 然后 Tab 键 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这边有 第一个参数 逗号 第二个参数 逗号 第三个参数 逗号 第四个参数 好 V-L-O-O-K-U-P 第一个 look up value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look up value 它就是看查询 look up就是查询的value 你就把它想成是你去图书馆 是不是要抬头看 只是看上面那个标签 对 look up的value 我现在要查询的是不是这一个值 这个值叫做订单ID 好 所以 有必要选这一个 逗号 接下来我要用 退货3 对不对 那个范围 所以 退货3 记得 真的 当你打退货 这边你就可以上下去选 tab键 好 逗号 然后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择 是 就是那一栏 就是在第二栏 这个index column index number 就是我要选哪一栏 我要选第二栏 你没有必要刻意再放那个订单ID 好 逗号 然后 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 就是去设定说 它到底是一模一样 还是 大约一样 那我通常我都是要去找订单ID 完全相符合 好 点选到 fail fails 对不起 false 好 tab键 又挖虎 entro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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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